清明 少雨 气温较低 炸暖还寒 南方则是 气候阴冷 潮湿多雨 正所谓 清明时节 雨纷纷 清明解析的养生法则 一是做好防风 便宜出门时 穿高领外衣 最好戴个帽子 二是 护好阳气 不要盲目简易 三是做好防湿 特别是腿脚梁 下肢实际教重指引 建议垫好鞋垫 带好呼吸 防止寒湿的入侵 清明解析的养生方法 有一式养生法 叫锤打胆心法 方法是 用拳头反复锤打 下肢外侧中线这一区域 锤打的顺序是 沿大腿向小腿方向 进行锤打 锤打的时间刺激无限 通常以锤打之 两腿发热舒适为佳 此法有活跃胆精 温阳防风 屈尸之功效 特别适合下肢寒食较重 两腿麻痛无力 较凉 腿衣抽筋之人 清明解析 对健康人生的指导意义 清是指天地之气 明是指日月之光 清和明是互根的 清是明的基础 明是清的升华 清明的内涵告诉我们 主动健康的人生是 效法天地 人天同运 人能和天地之清 则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正气浩然 身心康态 人能和日月之明 则智慧显现 人生合适 身心共鸣 一路光明 在清明节气到来之际 望朋友们 知青 感受清生灼降 神清气爽 空明 体悟心田光明 心欢体畅 最后 祝朋友们 清明节气 节节健康 节节高升 节节光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